卤水卤货发苦怎么办 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卤货发苦的原因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卤水糊锅 很多朋友卤货比较多 他就拿一个重物给他压住 那么压住之后我们卤肉和锅底会形成糊锅 那么怎么去解决 我们准备一个格子给他放下去 用这个格子把我们的卤货和我们的锅底给他隔开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香料搭配不但 我们的卤水配方是80斤卤水的 很多朋友回去起40斤卤水用一个配方 那么也会使我们的卤货发苦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卤水和卤货比例不但 很多朋友回去他用100斤卤水去卤10斤货 肯定卤货是发苦的 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我们的香料没有去清洗 那么我们每次换新鲜料的时候 一定要用开水给他泡一下香料去苦味 如果长期不泡 那么我们的苦味就会堆积 然后使我们卤货发苦 然后第四个点就是我们的花椒用量过大 对于我们五香卤来说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酱鲜还有我们的腊卤 很多朋友会增加麻味 去增加我们花椒的用量 如果花椒用量过多 就会使我们卤货发苦 卤水发酸或者是有腥味怎么办 如果我们这个卤水发酸很严重 我们只能把这个卤水给它倒掉 重新再起一个新卤水 如果我们这个卤水是微酸 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加入小苏打40克 然后我们高度白酒再加100克进来 重新把这个卤水烧开 那么通过酸井中和的云里 可以去这个微酸味 那么我们卤水腥味很重怎么办 我们倒掉底部三分之一卤水 加入等量的清水或者高汤 那么每一斤清水高汤 我们补银四五克 鸡精五克 胃精五克 然后我们来弹两克 还有说我们的老姜 再加一斤进去 然后再配一个新料包 然后再加一进鸡甲骨 重新去卤制一个小时 把鸡甲骨打出来 然后我们这个料包还可以继续使用 那么这个方法就可以去 我们卤水的这个腥味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